TF 音樂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倫理學 跟講的醫療倫理 我分成兩部份 一個是理論的介紹 另外一個是醫療倫理中的問題 我導病不是因為 我其實對於大家的背景不熟 但是醫療倫理的問題 它比較有pubbing issues的討論空間 我們不要花時間去討論什麼 墮胎、合不合法這種問題 這是大學生辯論的題目 這跟我們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們大家都普遍接受了 I own my own body Let me decide for my own body 這種觀念老師要有 就是說你只要贊成同系列 你就要贊成墮胎 沒什麼好討論的 這是人家自己的選擇 這是pro-choice 這個pro-choice 很多人覺得說你這個 沒有人願意講出這句話來 但是對我來講它的邏輯是很明確的 所以我選擇比較 真的具有討論空間 debatable的issue 醫療倫理的問題 也只是不一定跟你們學的醫療論題是直接相關 但是我從我的角度 所以我們分成兩部分 今天我們是講倫理學的理論以及怎麼活用它 下一次的話我們全部用問題來引導我們上課內容 然後助教來回答 是這種方式 那麼今天這個部分呢 講到倫理學的時候 倫理問題 我跟大家強調 倫理學跟形上學在我的活用哲學裡頭 剛好是完全相反的學問 我介紹的形上學 將來只要上線的時候 你拿出來重新看 對於你了解你的人生是有絕對的幫助 我很有把握 我真的就是用這種方式來活著 可是我現在講的倫理學 它對你的人生 除了引發進一步的討論以外 沒有太大的幫助 大家一聽嚇了一跳 老師你居然教我們一個對人生沒有幫助的學問 那我說重不重要呢 哇 太重要了 能不能活用呢 哇 每天都在用 那為什麼對人生沒有幫助的學問每天都在用呢 因為倫理學裡面討論的問題 是倫理道德 對不對 倫理道德它面對了兩種挑戰性 第一種挑戰性 它是來自於個人的話 是道德的直覺 你去讀孟子 如子溺於井 孟子講的並不是說要你跳下去救 而是說沒有人內心不感覺到很緊張的 道德直覺 道德直覺的事情 大家就會發覺 每個人每一天做的事情 十一柱形 都是跟我們的道德直覺所形成的規範做挑戰 我們中國哲學裡面最大的學問就是理學跟心學之爭 就這個問題 理學的講說道德的直覺累積出來一定的規則 大家照著規則做 這個就叫做道理 心學講說 在我的內心中才是決定 是不是道理的關鍵呢 大家都聽過一句話 叫做 眾人之諾諾 不如一事之惡惡 聽過這句話吧 聽過這句話嗎 還要想一下嗎 你在大陸受教育應該聽過這句話吧 沒聽過 我再唸一遍 就說大家是 這個人云亦云的社會所講的好 未必要經過我個人的心這一關 這就是心學的主旨嘛 我現在做任何的道德事情的話 留意大家講說 老遠 大家都出國 你要不要出國 我說我要不要出國的事情跟大家 沒關係 我自己考量後 我做了決定 這個才叫做道德 好啊 這可以理解 這一種 就心學嘛 所以這個理學跟心學之間差別就在這裡 你如果懂得這一套的話 在大陸現在 我們從西洋哲學講到中國哲學 我的天啊 容易得要命 你知道嗎 比較容易 為什麼 你把那個範疇分得很清楚 活用 活用哲學的目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活用哲學目的是什麼 你學工商管理的嘛 工程 工程管理的 隨便 工程管理 你學工程管理幹嘛 你看 連學什麼幹嘛都不知道 賺錢 這應該在國中生就應該立定志向了 那搞不清楚 講到這個 哎呀 臉很紅 老師不要提錢這個字 廢物 現在要強調了 活用 心學跟理學懂了 掌握這個藥靈 好啊 所以說倫理學當中 這是第一個挑戰 道德的直覺 每個人都知道道德如何做判斷 直覺 跟學問沒有關係 第二個影響 各國國情不同 每一個社會有每個社會的需求 我舉個例子 你在我們的華人世界中 一聽到紅包兩個字 會不會莫名的高興起來 會不會 當然會啦 不管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都會高興啊 對不對 合法的話呢 這個相見兩不厭 越多越好 非法的時候呢 也好 還可以有檢舉的機會 這個都好 對不對 所以一聽到紅包 你知道嗎 這個文化上來講 Facebook最近想通了 Facebook 臉書 美國最大的社交軟體 開始學微信要搞紅包打賞 是山寨大國已經終於脫離山寨了 現在成了超級大國了 為什麼Facebook要學呢 他發覺這個紅包裡面小額交易 變成錢包了 非常好 像我上個禮拜在成都買兩個橘子5塊錢 身上根本沒帶錢 他說你有沒有手機 我說有啊 他手機裡面有沒有錢包 我說我注意看一下 說我不會操作 那個老太婆拿出個二維條碼 幫我操作 後來幫我5塊錢付掉了 吃了兩個橘子 結果我那個紅包是每一年過年 人家很多人送我紅包 我就點點點點點 然後我也不知道跑哪去了 然後他幫我點出來了 很方便 要不然就沒橘子吃了 哎呀 我高興得不得了 高興得不得了 為什麼 因為人生沒有比沾到小便宜更快樂的 大便宜我還不敢沾了 小便宜我覺得非常好 好 那 關鍵來了 為什麼微信想到紅包 那Facebook到現在 我們已經搞了紅包5、6年了 他就開始想到了 文化差別嘛 我們這個文化 我們這個文化什麼都不行 但是談到錢的時候都非常厲害 我們送錢的技術 那個意境語言表達 一點小意思 沒什麼意思 你說下來以後你就懂我什麼意思 非常有學問啊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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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老外的話學 哎呦 meaning small meaning big meaning and you know what I mean 哇 這個不得了啊 哇 他學問太大了 對不對 好 也因為這個緣故呢 這個文化上 沒有文化上 我們的文化不怕談錢 我們這個文化才談到小兒錢的時候 哇 不得了啊 我小的時候我媽帶我去標會 只要我姐姐要交學費的時候 我媽帶我去標會 然後就跟我講解 今天標到了好高興 多出了五毛錢 別人家多了五毛錢給利息 哇 我那時候從小就覺得說 這種很複雜的銀行才會有 這個跟那個game theory是一樣的 把人的心理狀態算出來啦 先問 先看大家眼神 有誰需要錢的 一眼看過去 每個人都在聊天的 不知道今天要開標的 那這個標要向低一點 需要不強 如果大家再來講說 講話都言不由衷 前一句忘掉 後一句忘掉 如果你需要錢 你這個不要要開高一點 這個跟game theory 基本上是一致的 就是你要需要的東西 要play safe 對不對 所以文化上不同 文化上不同的話 會產生一種 道德認知上的相對主義 不是科技的問題 這不是科技的問題 我不相信微信的科技 臉書沒有 我不相信 但是我相信 搞臉書的那些工程師 他並不真的懂紅包的含義 在華人社會當中的代表的意味 我覺得你講什麼三民主義 還是三國演義 還是什麼共產主義的話 在華人社會中 遠不如紅包文化四個字來的重要 從這個烏魯木齊克一路 一路講到新加坡都差不多 這文化上是一樣 這個力量很強 然後這個文化並不是閉鎖的文化 這個文化是開放文化 可以讓你懂 這個Facebook翻譯叫 Red Envelope 就說是A Great Features of Social Media 亂講 什麼社交軟體當中最重要的特徵 紅包文化不是這個意思啊 紅包文化是 我雖然看不到你文化人 但是我臨時打電話拜訪你 或者寫個微信來 祝你新年快樂 龍年什麼的 啪啪啪放鞭炮 我馬上刪掉 放什麼鞭炮 莫名其妙 我根本不認得你 不知道你是誰 但只有一種人例外 突然講說 某某在烏魯木齊的這個王大龍 給你20塊紅包 哇 馬上收下來 沒有人講說馬上刪掉 沒有 通通收下來 收下來 然後大龍好久不見了 雖然我已經忘掉你很久了 但是這個紅包還是很實際的 文化 對不對 沒有人會例外 有誰會例外 說不認得人錢我不收 開什麼玩笑 人家擺明了送錢給你 你不收 你是人嗎 在西方社會就沒這一套 所以這個道德標準就不一樣 所以 倫理學就面臨兩大考驗了 第一個就是人的直覺 可以做道德判斷 第二個就是 我們的道德判斷 受到我們的社會的影響 是一種相對性的概念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這兩種力量 強不強 在這兩種力量之外 還有什麼 道德判斷嗎 你覺得還有沒有 全般想一下 活用一下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在這兩種力量之外 還有沒有 我們假設有 就是客觀的力量 道德判斷應該是客觀的 大家常常講 柯P不常常講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嗎 他不是講客觀的嗎 什麼叫應該 all to do 對不對 What should what should be done is what we are going to do 這是客觀性 但是我前面兩種 主觀的直覺 跟社群的相對性 都跟客觀性有妨礙 所以倫理學 如果你承認直覺 跟相對論 相對的觀點很強的話 那對你的未來的判斷沒有太大幫助 為什麼 因為力量太大了 但是客觀性 我現在問同學 我現在問同學 認為 同學好 我們不多 但是我們現在稍微 我瞭解一下大家 因為我這個 講的論述的方式比較激烈一點 可能對你來講有一點心 因為 言之成理的事情你不會多想 但是對我們來講 我們做哲學的天天在想的問題 請問同學 認為 當我在做判斷的時候 除了道德直覺 跟社群的相對性以外 認為沒有其他判斷來源的 請舉手 一個都沒有 那其他判斷來源還有的 請舉手 好 一、二 好 最後那個同學 還有那個最後那個女同學講一下 你說是什麼 是什麼 最大利益 等一下我們要介紹 就叫功利主義 功利主義非常有用 但是不道德 你知道嗎 功利主義非常有用 但是非常不道德 非常不道德 就是 非常有用 非常好做判斷 但是很不道德 是不是這種情況 好 還有呢 還有誰呢 沒有了吧 還有沒有哪一個 有沒有哪一個 沒有了 好 同學們記得 問過 從這邊開始 這個 從這個角度上來講 你有沒有想到 你從不同的這個 生活空間 你有沒有想到說 除了直覺跟社會的 相對性而言 還有沒有客觀的 封屬 習性 信念守則 我們有守則 我們是守則 你知道嗎 忠永為愛國之本 孝孫為奇家之本 仁愛為街舞之本 這個你聽過吧 大概知道對不對 你認為這個守則是對的 對啊 那廢話 那就是守則嘛 守則不是道德的 規則不是道德的 規則我說過 我剛剛不是解釋嗎 疑似之惡 人家講說這個是規則 你要知道 台灣曾經一度考慮 因為有很多人棄養父母 要搞這個奉養法 結果後來人家 稍微有一點哲學 懂哲學的人講說 哎呀不要再立法了 在立法之前 還有幾個人孝順的 這立法之後沒有人孝順 這個有關於道德上的問題 很難透過法律跟規則來定義的 對吧 但是現在 我們那邊就有很多問題 就想要透過立法來解釋 比如以前說 老人倒地服不服 然後來自常人 立個法 立個法辦保險公司 這個案例我調查過 了解過 這個確實是因為當你社會 因為你國家的量體大 當你社會一個例外的形象 發展到了一個地步 變成常態的時候 你當然可以要用立法來解決 老人倒地上服不服的問題的話 後來怎麼解決的你知道嗎 成立保險公司 服的人的話 通通都是有自動 國家也出一部分 如果老人耍賴的話 保險公司幫你處理 是這種情況 多了人 像大陸現在一鬧事件 也是要用保險公司來負責 好 好啦 大家了解 我主要強調是 倫理學的客觀答案 提出來用處不大 但是它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大家現在會發覺說 如果是直覺的話 那就沒有對錯可言 直覺最大 如果是相對性的話 那就是這樣子講起來 如果是相對性的話 那中華文化就是它有自己的一套 美國文化有美國的一套 那我們覺得什麼呢 缺乏溝通的基礎 會導致於社會紛亂的根源 對不對 好 基於這個認知 大家可以了解 倫理學沒有客觀答案是很遺憾的 倫理學沒有客觀答案很遺憾的 你要知道 該不該廢除死刑 沒有答案的 我曾經到那個法官學院去演講 講到那個該不該廢除死刑 我開頭第一句話規避責任 領了演講費就想溜了 我說今天討論的不是法律問題 今天是神學問題 所有的法官全部點頭 為什麼 因為法官痛苦了很久 你知道嗎 法官突然了解 原來為什麼痛苦 你假扮上帝當然痛苦啊 你不是上帝嘛 你判人家死刑你憑什麼 你自己怎麼不判自己死刑啊 對不對 所以說法官一天要講 然後我說如果是神學問題 我們從神學角度來講 神學第一個的話強調的是信念 你如果相信你是神的話 你就判他死刑 你覺得理由從 第二個要強調是前因後果 與眾不同 各方面 所以這個就是讓大家 產生一種 一種強烈的求知上的一種迫切感 對不對 說倫理道德方面沒有客觀的標準答案 你會不會很痛苦 你會不會很痛苦 有些人會以作惡為樂 你在講你自己嗎 你怎麼知道什麼叫善與惡的區別呢 善與惡是那麼簡單區別的嗎 我問大家一個例子 我最近我很關心一個例子 今天早上BBC的頭條 早上BBC的頭條 其實是我一個 我滿關心的一個歷史問題 你知道我會打了 就是敘利亞跟俄國聯手打伊斯蘭國 伊斯蘭國的首都叫Rakka 跟大家報一點 真是一個哲學問題 所有這種跟回教的戰爭 跟回教徒的戰爭 都會出現這麼一個動作 給你72小時把女人跟小孩撤出來 然後就再也沒有活人了 今天的消息曝露出來是 撤出女人跟小孩的時候 裡面夾砸了幾千個伊斯蘭的勇士們 戴著面罩什麼偷偷藏的武器一起撤出來 47輛卡車撤出來的 那我現在問大家 一個活口不留的這種戰爭 不要講別的 以前左中堂就發生過 左中堂在新疆 在大陸 是善還是惡 一個活口不留的戰爭是善還是惡 有人說當然惡啦 殺生就是惡啦 對 但是你只要把他留著的話 他事死不從 把他全部解決了的話 強力鎮壓 不好回答 善惡不好回答 因爲什麼 我爲什麼在這裡頭特別強調這個問題 大家知道不是我把他扯遠的 因為在善的極致的展現是民族主義 你要知道很多很多戰爭台獨人 他在獲得最高制高點就是民族主義 這其他沒有什麼理由 他不會跟你討論這個問題 他不會跟你講說大小啦 實力啦 那在那邊學一的一大堆 他沒有人跟你討論這個問題 他是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是像宗教一樣的信念 他非常強 所以民族主義碰到民族主義的話 那出現的結果 你怎麼判斷善惡呢 是這個意思 你懂嗎 所以說這個是我們的道德直覺 是道德直覺 這個情緒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我覺得我舉全世界最激烈的例子 今天早上我看到BBC的電視報告的頭條 所以我一看就是那個 就是他那個是直接就是 humanitarian corridor 送出女人跟小孩 剩下的說最近前一天消息 挖出一個大坑四百個人 屍體在裡頭 對吧 就是這兩天發生的事情 不是我在這邊編內容 我要告訴大家什麼 善惡不好區分 所以你也別難過 我也別難過 善惡不好區分 讓我們怎麼樣 對於倫理道德的討論沒有客觀答案 感覺到很遺憾 你會不會有遺憾的感覺 你會不會有 你會不會有遺憾的感覺 說我們最在乎的事情 你知道人最在乎的就是一個好歹 人最在乎的好歹 當然人最在乎的不是讀台大哪個戲 人最在乎的就是 沒有人要活在不公不義的環境裡頭 這就是一個好歹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居然沒有標準答案 那還得了 那不是很遺憾的事情嗎 那你學這些幹嘛 很多人覺得算了不要學了 但是我們先上了形上學 告訴你說這個世界就是我們說出來的 所以同學慢慢可以了解 慢慢可以了解到 你能說 是一種自己負責任的證明 我原來還沒有這麼激烈 後來我看了Michael Sandler 哈佛大學的那一場 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那一門課裡頭 我就注意到倫理學是很重要 但是它不會提供你標準答案 所以我們現在討論倫理學的理論當中 我們先來看這裡面 第一個 我如何能夠確定我的道德信念是正確的呢 如何 第二個 我如何面對一個道德情境的時候做出決定呢 第三個 我如何能夠擁有一個美好的生命呢 我們在倫理學當中公認了這三個 要回答這三個問題 公認要回答這三個問題 所以同學們可以大致上記住 沒有人能夠教你的學問 而且你在你的直覺跟你的社群當中 已經做出答案的學問 跟你自己要做出清楚的判斷 那三種道德理論 就是說大家都一樣 我現在要強調一件事情 對於有關倫理道德沒有客觀答案的這件事情 年輕人要很在意啊 雖然你看起來不是很年輕 但是你也應該很在意吧 對不對 你會不會很在意 就沒有客觀的答案這件事情 你也有一些生活經驗了 你會不會很在意 我告訴大家 我對於這件事情我到現在 我今天早上還痛苦好幾次 很多事情都沒有客觀的答案 都不曉得該怎麼辦 人生面對的很多事情都在這裡 所以我如何能夠確定 我的道德信念是正確的 這是外在的判斷標準 說天啊 給我一個規則 青年守則 對不對 忠勇為愛國資本 孝順為其家資本 給我一個準則 我就不用再廢這個腦筋了 有的人喜歡準則 還有一種是 我如何能夠在面對一個道德情境的時候 做出決定呢 這是內在的道德理性 你一看到 我上課舉過一個例子 你看到一個大人 面對一個三歲的小女孩 一個巴掌打下去 你會馬上挺身而出 你的道德直覺也好 你的教育也好 告訴你 對那個男的講說 你不可以這樣子 你怎麼可以打一個三歲的小女孩 十三歲你都不可以打 說良心話 有的認為說 男人都不應該打女人的 這種觀念 那個有時候也是稍微 女的也有摔角選手 對不對 但是那個情況就不一樣 三歲的話 這例子就比較明顯 所以說也是說明了 人有道德值 內在的 還有一個 如何能夠整合 如何能夠擁有一個美好的生命呢 結合內外 所以說這個是 剛剛前面有三個 然後三種道德理論 對於外在判斷標準 我們期待認為 這個標準足以為我們解決有關道德 難題 難的問題 但是道德的問題就是追求快速解答嗎 你剛剛提到講公立主義 為最大多數人謀求最大利益 疑問 比如說 比如說這個 我問大家 大家在座有沒有人抽菸的 有沒有人抽菸 沒有一個都沒有 你抽菸 好放下來 不要舉那麼高 這並不是什麼光的事 然後學校講說 你這種人 身體已經夠衰弱了 我們幫你做決定 馬上禁菸 全台大校園禁菸 不准抽菸 那你馬上要抗議 你馬上抗議 說 那我的權力在哪 想說 投票啊 反正是贊成抽菸的舉手 一個 反對抽菸的 兩萬三千個 你還抽什麼人 你要抽 你退學啊 你到自己家裡抽啊 你的權力受損 但是沒辦法 非常快速 投完票了 好了 決定了 少數服從多數 剩下的討論 審議是民主 講你抽菸的理由 我們舉出幾百條 抽菸對審理不好 那抽菸就是一個爽字 那回家爽去 這個就是快速答案 但是 道德的問題 追求快速答案嗎 那我們很爽 我不抽菸 你也不抽菸 你也不抽菸 你活該 那他就覺得說 好 你也很快速對不對 我假裝不抽 但是我做炸彈 讓你寢視難安 你不抽菸 你吃大龍泡吧你 有事沒事就是 社會動亂就這樣來的 有些人的話 他無力公開對抗 他試一下 叫terrorist 就是creating terrorist 就是說 你不想讓我活得舒服 我就讓你每天享受 這個煙灰的煙消蛋 就這樣 就這種 內在理性 我們不能夠說什麼 因為這種理性 出於我們每個人身上 遇到了什麼就出來 但是道德理性到底是什麼 每個內在理性 講說 哎唷 好 那剛剛那個問題的話 快速答案不是答案 這個同學講說 我自首 就說是這個 成一個社團叫反禁煙社團 我們社團的話 就是只要這個 沒有開放專區 讓我們抽菸的話 學校到處都發生爆炸 與我們無關 那學校講 算了算了算了 你也別丟炸彈了 我們也不要 說把校園弄成警察國家 全部百分之百 每個人跟人之間 都帶了這個什麼隱藏式的這個攝影機 在那邊照照照照照 沒有任何尊嚴可講 好 那這樣好了 就開吸菸區 椰林大道的話 挑第三顆椰子樹 到第八顆中間 設了一個玻璃帷幕 你突然煙影來了 你就從這邊穿過去 剛好吸完 一根煙 然後旁邊有個煙灰筒 不要亂製造垃圾 那你覺得受尊重 但是莫名其妙冒出來講說 為什麼不是第九顆到第十二顆呢 為什麼呢 每個人尊重講說 我們是 我們是農推系的 我們什麼系的 我們什麼系的 你們哲學系的離得很近 我們離得很遠 我們都不能為了抽根煙跑過來 再回去 這三塊都沒靈感了 也沒精神了 弄到那種全校都成了席人區了 那完蛋了 那等於白禁了 那所有人講說 那我們的權力 我們這兩萬三千個人的票 都不算了嗎 那反過來再丟 兩萬三千個人一起丟炸彈 那還得了 整個校園就垮了 對不對 那不得了 就沒辦法解決問題 整體生命 要以道德生命為理想 那這個就回到孔老夫子的觀念 這不是我講的 Michael Santai就這樣講 Michael Santai一開始講說 你搞那個 那個電車的事情還記得嗎 什麼撥一個鈕就死五個人 弄一個鈕就死一個人 這樣子 應該是十五個人還是十一個人 你覺得呢 按照你剛剛講的理想 按照你剛剛講的邏輯 就是像你 你手撥到這邊 就死五個人 你手往這邊一撥就死一個人 你要往哪邊撥 你說 你說啊 你第一考量當然是死一個人 死一個人比十五個人要好對不對 那問題是 如果你就剛好那個要死的人 如果就是你呢 有可能是你啊 那你呢 你是做數學的 五跟一之間哪個比較大 數學不會比負的東西啊 不會比什麼 效益都是負的 效益都是負的 你是什麼數學啊 效益為什麼一定是負的 我來這邊上課 有薪水拿 怎麼會是負的呢 這我要說是四大 不是啦 我問你數學啦 五跟一誰比較大啦 這小學生的問題啦 那十五條命跟十一條命一不一樣呢 不一樣 然後呢 如果你可以撥這樣十一個 撥這樣十五個 你要撥哪個 探下面的人是誰啊 如果有人 那個有人長得比較衰我就讓他死 如果 如果 如果你雖然長得一臉浮太像 但是剛好就是你要死的那個人 你怎麼辦 那就算了 他就死就死了 天啊 同學不要這樣子講 同學不要這樣講 你要稍微這樣講 說老師這種道德的兩難 你不要逼人做決定 你逼人做決定 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啦 違背了道德的直覺嘛 媽的這個答案都不會講 還在那邊睡了那死就死了 那事實如歸你為什麼不去 所以同學們啊 就可以了解到了 這個同學講得非常好 這是個道德的兩難 對吧 這不是我在講 每個人都會說 所以是商戴爾就講了 好 商戴爾講說那不可以 他舉了很多例子 還有個情況講說 一個電車過來的時候 旁邊一個胖子也在看你也在看 你突然想到 你一腳把胖踢下去 而且胖子的體重剛好可以把電車擋住 前面那五個人就不會死了 胖子被壓成肉泥以後 為了那五個人犧牲了 但假如胖子發覺你也不瘦 兩個人一起掉下去 互踢剛好兩個人掉下去 把電車是完全擋住了 問題那兩個人 那兩個人都死了 反正總而言之 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做法 不能夠由小我來做決定 也不能由大我來做決定 由誰來做決定 是這個問題 對不對 所以後來 麥克爾桑戴爾就這樣講講講 我告訴你 我在學倫理學的時候就發覺 19世紀的功利主義 跟18世紀的康德的義務論 都不對 後來還回到了公元前五百年的 公元前三百 公元前四世紀的亞里斯多德的德性理論去了 這就是我講的重點 這就是我講的重點 為什麼倫理學實際上 客觀倫理學沒有答案 這道德在這裡 第一種倫理道德功利主義 也就是為最大多數人尋求最大的利益 第二種道德理論是義務論 意思是說我每一個人都有義務 充分應用我們的道德理性 然後第三種的話就是德性論 整體生命中 要以道德生命為理想 這個 我們在討論到倫理道德的客觀理論上 就這三種 就這三種理論 你也不用多想其他的 其他還有很多種 什麼後現代道德什麼的 但是它都不是以客觀性為主 這個 所以大家一定要熟記 將來有關任何人 問到你任何有關道德判斷的時候 你得要很快的講 說如果你要一個快速的答案 我有但是它不會是道德的功利主義 但是如果你要尊重每一個人的選擇 因為事實上我們也有義務要尊重別人的選擇 的義務 這個叫義務論 義務論這個字非常優美 就是deontological theory deontology 就是deontic 這希臘字的那個義務 但是這個字跟那個純有學的字很像 你們找到義務論 你們將來在Google上查一下義務論的英文怎麼講 這個字非常優美 那麼確實是構成了一個認知上的一個差別 然後第三點 就是你要強調說 其實道德到了最後 是要實現一個生命的整體 實現生命整體上對你來講相較而言是比較重要的 那麼我們接下來討論我們社會中的倫理爭議 我跟大家同學稍微強調一下 面對的道德爭議也好 我先給大家做一個定義 什麼叫道德爭議呢? 它有個標準定義 英文有個字叫dilemma 道德爭議就是dilemma 絕對的壞絕對的好沒有爭議 就是說絕對吃虧的事情沒人幹 絕對好的事情想也想不到 這個就是沒有爭議 dilemma就是這個 魚與熊掌不可得奸 就這個味道 就是 但魚與熊掌的話都不要也無所謂 道德上來講 忠孝不得兩全就是道德的爭議 這個確實是很麻煩的地方 非常非常非常麻煩的地方 那個道德爭議為什麼很大呢? 因為手心手背都是肉 這個可以開玩笑的地方很多 但是上課就不適合開玩笑了 那就是 有一種的話 有不同的道德態度其實沒有爭議 比如說戰爭或反對墮胎的人 他們不是要殺不殺人的問題 這個是 這個是有人會覺得說養不起或怎麼樣 這個是一種情況 另外的話是有個人或少數人利益 爭執相似不下 有爭議但是沒有道德交集 就是團體 利益爭議的 政客人物 政治人物 大家都 大家都是這個在現實社會中 有很多的這種 有的地方有潛規則 為什麼會有潛規則 那就是道德爭議 還有一種爭議就是 但是有道德交集 就是整體或公共利益爭執不下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兩人之間的往來 是屬於第三種 說不往來 有人認為乾脆就不要往來 有人認為說還是要往來 往來不往來是很 但是他們的整體都是為了台灣好 講的理由都是為了台灣好 變成兩種不同的認知 變成兩種不同的認知 那麼這個有沒有答案呢 有倫理爭議 就是我現在跟大家強調 主要的關鍵就是這樣子 我們的語言 我們的語言給我們做判斷的時候 會出現一個錯誤 語言會帶動我們思考錯誤 比如說我們語言很自然而然的 語言當中有一個觀念 表達意義就靠Proposition 所以大家要知道 這個是一個蠻高深的一個哲學概念 Proposition是什麼 就是說我是台灣大學的教師 我不是台灣大學教師 中間就自然而然的 就是邏輯上的規律 就是是跟不是 是就是百分之百是 不是就是百分之百不是 就這個區別 就很明顯 但是人間所面對的事情 比如說我們堅韌的老師 我以前在當系主任的時候 我們有個老師他的發言 引發了社會上的一些不同的意見 然後他在電視上發言的時候 打出來就是台大哲學系的副教授 那我們需要花很多時間講說他是堅韌的 堅韌的課程 而且已經停止堅韌 那這樣子的事情的話 就是說實際上的情況 實際上的情況 如果講說台大哲學系 已經卸任的堅韌副教授現在發言 這還有什麼任何誰要報道呢? 那就跟找個賣菜來報道有什麼不一樣的 所以人家會製造這種消息 那媒體為什麼要製造這種消息呢? 就是要問 就是要問說 讓新聞聳動 因為聳動就要利用語言上的 這種引導力量 人家說 像我聽到那個衛生署署長講 說現在所有的食物當中 所有肉類當中完全沒有瘦肉精 很難 那醫院馬上講 我不要問你難不難 我問你有沒有 一聽 很少 不是多少的問題是有還是沒有 你聽得出來語言上的滅誤嗎? 假如你當那個環保市長的時候 說 再逼問是有多少的? 0.005% 那是有了 0.5% 他說是有 那我問你要不要吃瘦肉精 你怎麼回答 你想說我不要吃瘦肉精 那你要不要給別人吃? 你怎麼回答 所以永遠這個邏輯就是永遠 這個邏輯的話任何人當官 所以在台灣官不聊生 因為語言上就會出現這種謬誤 那你科學講probability 那你在語言上的講是100%確定性 同學們你要聽懂 這是非常重要的 這語言上的謬誤帶動我們整個社會的混亂 我們整個社會現在 語言課問這講得好 落選的時候賣牛章枝 當選的時候管人家賣牛章枝 那得了 就成了這種局面 聽得出來這個嚴重性嗎? 就是我們的語言使得我們的道德出現爭議 就這個意思 好 那麼我們先介紹有關於倫理爭議的消極做法 道德懷疑主義跟道德相對主義 道德懷疑主義 我假設 現在台灣的年輕人90%是道德懷疑主義者 我假設 看看我這樣一直講下去 有沒有搬上哪個同學聽一聽 或者火大了講說 老師我不是啦 我是道德積極主義者 Positive 非常positive 就這樣 我認為像這個同學就看你那樣 你別急 你就是道德懷疑主義者 我這樣講就想不到你 你可以抗議 你可以讓老師說我不是 我是基督徒 我認為什麼聖經裡面講的就對的 或者我是回教徒 可蘭基講的就正確的 那就是不懷疑了 首先道德懷疑主義是說沒有道德原則 道德規範並不存在 你看青年守則 青年守則強調的規範其實不存在的 是假設出來的 你看 還沒講就已經有人點頭了 高興 然後道德之間比如說責任、權力好、應該等等 因為沒有指涉到外在世界 所以沒有具體的意義 因而由他們所構成的語句就沒有意義 講說你是學生在上課 你做前排你就不應該睡覺這樣 那有什麼意義? 我累了 我就是累了對不對 那不能把我眼睛裡面幾萬斤油吧 對不對 那就這樣子 那我講說誰說 誰說這個 你想我在讀大學的時候有這個議題 就是上課可不可以穿拖鞋 現在這個議題當然學生獲勝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鼓勵穿拖鞋 就是希望這個冬天 台灣下一次學以後 我們那個時候在那個學校有規範性的時候 還討論這個問題 還有學生為了抗議你知道嗎? 就問教官 拖鞋跟良鞋有什麼差別? 教官沒讀過書說拖鞋後面沒有袋子 良鞋後面有袋子 我一個同學姓 林 他在他拖鞋後面綁一個橡皮筋 而且還是肉色的橡皮筋 教官看不出來 講說你看到有根袋子 沒辦法沒有規範可言 這一切都可以被懷疑的 這就是年輕人會幹的事 你會覺得說英雄挑戰權威 但是現在挑戰這種權威很無聊了你知道嗎? 我很無聊因為完全自由放任 像你打赤腳都沒人理你 這完全沒人管 對不對 整個道德的這個界線的改變 讓年輕人產生一種懷疑的感覺 對不對? 你是我們的示範學生 對不對? 到目前為止你還沒有舉手抗議 是不是? 你覺得你有沒有同感? 有沒有心有七七焉? 我講你聽懂嗎? 就是你是我們般的懷疑主義者代表 那我就開始講 就是你的認為 替你在講話 一直到你突然講 老師不要再講了 我不是這個意思 那我就停下來 要換你講 你現在都 這是你的意思嗎? 你有沒有反對的地方? 這個的確是構成了我們道德上面的一個考量的一個 年輕一輩的一個想法觀念 語句 科學主義者只相信只有科學才是描述事實的實證論者 科學語句才是真實的 至於道德語句只是這種情緒表達 對吧? 對不對? 最年輕人都這樣 你學的就是科學 有沒有反對的? 完全沒有反對 你們都是我定義下的道德懷疑論者 對不對? 沒有例外 好 我們幫他有一些年長的 你們是屬於這個道德相對主義者 這個也沒有太大的差別 年輕的就是懷疑者 相對主義者就說 有一種理論 他認為行為的對或錯完全取決於 或相對於這個行為人所處的社會文化 這件事情美國人覺得對 中國人不一定覺得對 日本人覺得對 法國人不一定覺得好 就這樣 有的時候呢 倫理相對主義宣稱 我們在考量社會脈絡與規則 但有時候認為 同一件行為可以在同一個社會中對的 也可以在另外一個社會是錯誤的 比如說這個 孝順的概念就很明顯 在自由 在個人主義的社會當中 就沒有什麼孝順不孝順 那在我們這個家庭倫理比較強調的社會當中 哇塞 你在這個社會當中 你想公開宣揚你不孝順 不容易啊 那麼 我們也可以會發覺在社會中這個相對性的概念 比如說孝順的概念 在我們這裡的話 擺善孝為先 對不對 公開宣揚的話 我父母對不起我 我也對不起我父母 然後靠這個去選總統很難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就是說 一個強調個人主義的社會 Michael Jordan很有錢 但他爸爸是窮到開車自殺的 這很難想像 在我們想你再有錢的話 你給爸爸一點錢去買一點熱的吃 就沒這個概念 所以這個文化上很不一樣 所以他不同於道德懷疑論 道德懷疑論是懷疑任何道德行為對國處理人 也不同於道德虛無論 所以否認有所謂的對錯 基本上你活在哪個社會就認定哪一種社會是對的 我為什麼會講年紀比較大的人 比較屬於道德相對論者你知道嗎 因為我那個時代當中 所有比我年紀大的人移民的 走的時候 我這個人得了強抑症 他們走之後講的那個狠話 我都記得很清楚 現在全部回來定居了 除了醫療保險之外 還有多的原因 在美國太寂寞了 太久沒有講中文了 然後突然不能夠參與統徒的討論 他覺得是人生的一大遺憾 我們都快吐了 他媽覺得遺憾 這個非常有趣 因為我這個剛好活在那個年代 到我現在的話我就覺得說 這有這個區別 很具體 因為沒有人 所以同學們要了解這裡面的差別 那道德的法則是真的嗎? 道德是有沒有真理的問題? 道德懷疑論一定是錯的嗎? 道德相對論一定是錯的嗎? 好 同學們要了解 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所問到的那個最根本的問題 也是所有人都會問的問題 剛剛經過這個討論 很多同學都已經透露出這個 倫理學要活用的討論 就是大多數人都知道 我們需要解決倫理問題是一個客觀的真理 對這件事情最努力付出的人是Spinoza 他用幾何學的推理來推倫理學的道理 寫一本書叫Ethics Spinoza 偉大的哲學家 他認為倫理學要有說服力 就必須要達到數學的階段 數學的推理他就用這個來寫 事實上這個創造出了一個 倫理學推理的一個典範 一個典範 非常重要的典範 不過最大的問題在這裡 不是每一個訴求倫理客觀真理的人 都會去讀Spinoza 而且讀Spinoza的人也沒有幾個人讀得懂 讀懂幾何就不簡單了 還讀懂用自然語言所表達的幾何推理 那更難 大多數人講到倫理的客觀道理的時候 除了依附傳統習慣以外 除了個人直覺以外 還有一種就是依附 上人 聖人 宗教團體 所以我看很多人都在貼 有的時候 我吃飯店很喜歡貼那個什麼 聖言 聖言 星雲什麼一大堆 有的時候因為他們這些出家人 程度不怎麼樣 寫出來的話很好笑你知道嗎? 非常好笑一個不合邏輯你知道嗎? 什麼善良的人就什麼都放得下 什麼莫名其妙你知道嗎? 這個一點邏輯都沒有 還不如我來寫 我寫沒人貼 為善罪樂賺錢更好 誰要貼這個呢? 對不對? 這個其實我講的有道理 對不對? 我只是把人家心裡的話說出來而已 大多數人的話就是 你去看下次 其中期末考給大家一個作業 跑去把所有的 所有的那個善人善語全部收集起來 合邏輯的不到十分之一我告訴你 什麼什麼幸運的更好 不是 幸運的更偉大 什麼做存好心 講好話做好事 連好話的標準都搞不清楚 對不對? 不合邏輯嘛 你學過邏輯你就知道 這是宗教用語 我也是問那個 我喜歡吃的餐廳裡面 哇 不得了 他掛了好幾幅 都是掛那個慈濟的嘛 我說你掛這些字的話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上人講的話不用知道他的意思 反正這叫我們做好事就對了 我說你看不懂讓我在那邊受罪 我以後再也不去那邊吃飯 那這些問題沒有一定答案 為什麼? 因為倫理問題涉及下面三種情況 就我提供答案 這個完全是我自己在當下處事 因為同學們要知道 你每天都面臨這種問題嘛 這種問題的話 大家都會有很多種延伸的考量 我們的社會又是一個犯道德論的社會 又是一個道德無限上綱的社會 裡面只有台大的學生 背負的責任又特別大 對不對? 如果說是前一陣子 在那個三文暖裡面找到了一大堆人吸毒 只抓一個台大的博士說 台大博士吸毒 讓人家感覺到台大所有學生不吸毒的怪他 大家都在吸毒 出現這種感覺 為什麼? 渲染效應大嘛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第一個 倫理的情境 讓我們很難 我常常上課喜歡講 魚肉鄉民的又孝順父母的黑道大哥好人壞人 這就是倫理情境 答案很簡單 如果你是鄉民那你覺得他壞人 如果你是父母當然覺得他好人 這是情境 第二個 判斷的傳統 在我們這個傳統當中 在我們這個傳統當中 這個文化上 比較強調 違信 台灣社會 台灣社會 跟大陸很不一樣 最大的差別 大陸已經沒有違信論 大陸這個做事 我到了人民大學 他們那個好大一塊石頭寫 時事求是 老貓的話 哇 非常清楚 已經沒有這個 在台灣社會是個違信的社會 做媒人 跟人家介紹 我給你介紹 這個好 收入好 長相好 這個家事好 學歷好 而唯一一個缺點 就是這個 對父母非常兇 早上起來就罵媽媽打爸爸 一聽 媽 這個 這個是 人面獸心 還不如獸面人心的 對不對 就是發覺 好 沒用 我們的社會當中會發覺 人的道德是決定一個人的關鍵因素 實際上來講的話 你仔細一想的話 說不定父母就是asshole 打一打 罵一罵是應該 對不對 有這種人 有壞蛋 情境不同 但是傳統上 對我們判斷來講 你做媒佛的介紹那種 在觀念上不能接受的 那就很難了 你介紹一個人講說 如果你爸媽都敢打的話 將來吃早打你頭上來 一聽完不得了嘛 先抓起來再講 就不能談了 所以這個傳統 當事人的立場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需求 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人不能夠 倫理道德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喜歡替別人做判斷 然後自己的判斷都搞不清楚 就這個問題 這當然 這個每個人 所以每個人都面對這個情況 所以你要活用 因此 我告訴大家 有關說人好壞的問題 都沒有人敢做判斷的 都沒有人敢做判斷 因為做了判斷以後 經不起那個民主的那個 反抗的壓力 所以只有宗教裡面的上人講 講完以後就跑了 不負責任 躲到深山去了 所以就沒事 其實一般人講說怎麼敢做判斷 連我都不敢 真的不敢 我在電視上說主持人常問我說 你們台大學生都好學生對不對 對啦 不過呢 就一定要這樣講 就永遠兩邊都 對不對 永遠是 整體看起來永遠是70分 其實久了就是100分 不過都好學生好了 但是看哪一方面呢 這是廢話嘛 對不對 然後再者的話 有一些人對自己的期許更高 對自己的表現覺得還不夠好 那廢話哪個人不這樣子 對不對 根本不用扯到台大 哪個人都如此 但這個就是了解倫理學的問題了 了解 因為你這個問題它重要又沒有答案 其實從某種角度來講它還是很重要 好 那麼倫理學在做什麼呢? 倫理學家企圖回答所有我們所問的問題 所以說我們在這個有關於倫理學介紹當中 就會提出很多問題 那麼依照人生的目標 分別依照人生的目的、做人的理性 以及道德客觀標準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傳統哲學的代表 強調人因為德性而有練習做一個道德人的能力 這個中外截然 就是大家會出現一種論述就是說 會做好事的人就是知道自己做事的目標 那不會做好事的人的話他根本搞不清楚這種目標 就是說大家講說有一種觀念叫德性 這種德性是善良的本質會決定他做什麼事情 這個是亞里斯多德的觀點 然後第二種的話是康德的理論 認為人針對道德判斷有共同的理性 共同的理性 他有Categorical Imperative 有一種共同的理性 就是對大家 人之所以為人 就是因為人不同於 孟子也講過這種話了 第三種的話是認為最客觀的公立主義 公立主義定義它是最客觀的 好 那我們先從公立主義介紹 我們就按照Michael Sander的次序來介紹 讓大家了解到每一段每一段步驟 你知道那個邊慶的那個頭還在啊 邊慶的屍體整個就是在這個 倫敦大學裡面的University College有一個櫃子 它那個整個蠟像在裡面 那邊是真的它的屍體 不過它的頭 它的頭曾經被Kings College的學生拿去當足球踢了 半夜爬進牆來踢 後來就用蠟做了一個 它的頭像都還在 你到了 我親眼看到過 我到University College 到倫敦去開會的時候 親眼在這個叫做UCL University College in London 你可以看到它的像還在 然後它的頭是蠟做的 我說這個頭為什麼身體在這個頭是蠟做的 他說因為那個 God damn the King's College students 就是把他拿去當足球踢了 所以踢成這個樣子 那這個當然是一個心理學家出身的人 那個時代 而我必須強調 我必須強調 你看到這個 公立值看到邊沁的想法 他是面對倫理的爭議 尤其是經常發生兩難難以選擇 所以他認為面對層數不窮的倫理爭議 是我們需要規則 邊沁 這個規則其實很複雜 但是因為 他提出的觀點就是為最大多數人解決 為最大多數人魔求最大的幸福 為最大多數人魔求最大的幸福 那這個就是邊沁的理論 這個理論當規則 我們剛剛舉的例子 抽菸的例子就是一個例子 同學們可以了解到 那麼這個做這個公立主義 這個是19世紀 我覺得18到19世紀 這個英國的社會中 會出現這種道德理論 道理很簡單 效率 倫理爭議根本就是拖時間 效率 像我們蓋了一個 你知道我們 我們為什麼會在這裡上課 最早該猜了 這裡是原來的忠誠堂 是原來國防醫學院在那邊 一行練講功一訓的地方 我們現在在那邊上倫理學 當然上不好了 對不對 他英文不散我們怎麼會上得好呢 對不對 但是為什麼沒有猜呢 因為我們那個人文大樓的審議 搞了十年了 到了明年的今天就十年紀念了 十年了 人一生的話 工作上頂多就是三到三 三十年的資歷就不得了了 二十五年就可以領退休金了 哪有十年就這樣子 三分之一就搞掉了 三分之一在搞一個 現在我們那個 哲學系那個地方正在修屋頂 然後同時有屋頂有漏水有什麼掉下來的 為什麼搞這麼慘呢 因為大家環評啊 什麼天際線啊 美學的爭議啊 拿不定標準 拿不定標準 他搞了三任院長 沒任院長六年啊 三個院長了 我已經認識三個院長了 每個都信誓旦旦 競選的口號就是為了 現在馬上選校長 我要最後問一下 對人文大樓有沒有什麼辦法 我為了參與人文大樓建設 跑到醫學院去參加邵新南街 邵新南街協調委員會的委員 我是其中之一啊 我對醫學院的貢獻可大啦 為什麼 我實在是看不下去了 邵新南街那些人住在台北市的市中心裝窮人 一有事情趕快從美國回來抗議 抗議完了再回去洛杉磯住好的 那個曬的內褲底下的話 那塊地就可以買一個match 那個地價就這麼貴 占了那個地不放 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我有的時候覺得說 矯枉過正 大陸說實在話一眼看過去都是玻璃為目大下 在驚訝之餘也會發覺在拆烏烏的時候 過程中是很快的 效率很高 我們這裡的話搞到十年 這match太離譜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 能怪我們哲學家上課的時候 就是輕鬆以對嘛 對不對 連個房子都蓋不起來 還要談什麼哲學呢 對知識分子不尊重 就國家不講效率 所以邊境 這功利主義 我最喜歡講效率 全台大人現在投票要不要人文大樓 或者要不要改成台灣科技大學 或者台灣第二科技大學 因為第一科技大學已經在我們旁邊了 對不對 就最清楚 把所有的人文科技的話全部轉到政大去 我們都不要了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也可以 因為有個答案嘛 你如果不講什麼什麼的 還要選校長 還有連選校長 都是些廢物 在人文大樓蓋起來以前的話 台大所有的校長 除了楊販執行外 其他都廢物 真的 我講真的 因為你在這種環境下的話 你不是廢物你能當校長嗎? 你在這種環境下 你不是廢物你能當校長嗎? 我在當邵星南街的那個社區 你應該 醫學學 你應該知道這個是很偉大的工作 後來解決了你知道嗎? 解決過程當中我起碼參與了不少 應該是很多 我原來是一個沒事幹的就要去開會的人 我本來好喜歡開會 很多人都找我去開會 後來忙起來了 就什麼會有我我也不去開了 這個我講真的 這效率 所以邊緝認為 倫理爭議其實不是什麼問題 而是我們應當大膽的表現出我們的感覺 沒有人敢說出自己的感覺 這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感覺兩種是快樂的痛苦 我個人的感覺也是重要的感覺 同時邊緝認為既然感覺都一樣 於是他將個人的感覺延伸到所有人整體上 他將道德的兩人用數學公式來解決 我本來是有一個公式 就是說 美國的女生到了18歲、20歲 要不要離開家是一個道德兩男 然後就寫個公式算 離開家 離開家以後 這個生活、起居、吃飯靠自己 損失2000塊 但是離開家以後獲得自由的那個爽的程度 可以贏2000塊 然後這個從此的話 各方面可以練習自己成長 贏1000塊 然後這個離開家以後 這個萬一出現問題沒有父母幫忙擋著 損失500塊 合起來以後 最後 這個離開家以後 給弟弟妹妹塑造一個良好的榜樣 得1000塊 最後一家 一減 掙1000 好 離開家 就這樣數學公式 就這樣子判斷 就這樣判斷 憑你的感覺這樣子寫 就是 所以就用道德 用數學公式 那問題是 所有的快樂都有正面的價值嗎? 這是問題啦 幸福跟快樂不一樣 幸福跟快樂很不一樣 要快樂很多次也未必能達到幸福 那很痛苦的人生也未必沒有幸福 幸福很不一樣 對不對? 無知的人最幸福 因為永遠不知道什麼叫痛苦 對不對? 很幸福 原來這個 我舉個例子 我有個朋友 姓藏傳佛教的 每天跟我講 這個藏人多麼偉大 相隔禮啦 外星人 外星人本來都是人類破壞他們的快樂 什麼什麼的 然後到九寨溝去 哇 還是什麼禮佛 去九寨溝之前就已經自己搞個小佛堂 每天拜拜拜 要心靈跟高山結合在一起 然後回來以後一看怎麼完全變了 佛堂也猜了 我說看到藏人沒有看到了 然後感覺呢 下次再講 我說為什麼不能講 忍不住經過我 我最喜歡聽到這種道德的兩難 說來來來來 我請客 你稍微講一下那個感覺 我也要去禮佛 禮個屁啊 禮佛 我說怎麼樣 他說一看到藏人好高興穿上的佛 一下去 說哇 跟他們一看 那個藏人馬上跟他講 不要照相 照相要錢的 他一聽 大夢初醒 香格里拉呢 哪有什麼香格里拉 這裡就是香格里拉 哪一都是香格里拉 哈 就是 不是 我說你啊 沒碰到高興 你碰到騙子 對不對 沒碰到程度 我說你不能以偏概全 對不對 人家很好的人啊 各方面慢慢 你碰到一些 確實有這種人啊 我平常到大陸去禮佛的時候 也碰到那種要錢的 我都馬上講 我信基督教 那個 當然也就不講了 就不再繼續說了嘛 所以我說不能以偏概全 但是他感覺到說 這個 他會認為說原來人家這個世外桃源中的人 都是追求幸福的過程 你現在的話 文明參入破壞 然後他覺得自己也是一個破壞這個 幸福文明的亂源之一啊 內心有很大的反省 我說你這個是標準賺了錢太多沒事幹的人 才會這麼反省 對不對 就是一個風景很漂亮的地方去玩 你跟去溪頭有什麼不一樣 那也有有山有水啊 對不對 這有什麼不一樣 那你自己意境不好對不對 你要想到什麼 那就沒話講 反正總而言之啊 幸福快樂到底是什麼東西搞不清楚 問題是什麼呢 公立主義最大的問題就是他不道德 公立主義不道德 違背了我們的道德直覺 是吧 我們的道德直覺是認為說 為了團體而犧牲個人的利益 為了團體而犧牲個人利益 是道德的還是不道德的 你說說看 你說說看 為了團體而犧牲個人利益 是道德還是不道德的 很難回答哦 不要以為很好回答哦 為了團體而犧牲個人利益 道德的還是不道德的 在群體主義之下是道德的 在個人主義的角度上是不道德的 有那麼嚴重嗎 為了群體而犧牲個人的利益 是道德的還是不道德的 我覺得是不道德的 因為我自己想怎樣 跟大家都不想 你覺得就是天生就是不道德 這件事就是不道德的 那你這個 構不成社會啦 那你還得了啊 那就以你自己為主啦 沒有群體啦 不構成社會的 我聽了都生氣 對不對 你不會很生氣嗎 像我們突然有同學突然講到說 老師 我吃飯去了 那老師課還沒上完 那你的事 我餓了 那我課還上嗎 那我也餓了 為了團體犧牲個人利益 在自願的條件下是道德的 如果被強迫是不道德的 至少要讓他理解 讓他自願 這個是 要加上這個條件 有關於道德問題的討論 壞處是沒答案 好處也是沒答案 同學有沒有記的 這個是高招啊 沒有答案的事情可以隨便講 只要你增加條件以後聽起來就是有道理 我已經一而再再而再 你看不出來我就靠這個在吃飯嗎 看不看得出來 你知道一個沒有答案的事情 你要很高興才對 答案是誰 那幾個高升貼出來的字都不合邏輯 你能相信那個 他們可以寫 你能講嗎 你不能講 但你要記住 你增加一個條件就可以 所以如果 像公立主義的話是強調 如果做成數學公式 那就是一個外在的規則 如果是一個外在規則 那就沒有辦法讓大家達到 一個心悅臣服的效果 沒有心悅臣服 那就是 所以說 這個理論有可能將自己的快樂 建築在別人痛苦上 對吧 有可能將自己的快樂 建在別人痛苦上 我這個 所以 這個是公立主義的最主要原因 我有的時候 我都 不忍心舉這個例子 但是 一般來講 大家要求 我剛講的條件是自由民主的最主要的精神 個人的認可 跟群體的訴求 要達到一個均衡的狀態 這個其實是很難的 但是如果沒有個人的認可 那這個是不道德 是這樣的一個認知 同學們仔細想 比如說 我那天 聽到說 就舉今天的消息 這兩天的消息 川普到了亞洲地區來 跟每一個國家談生意做生意 每個國家的領導人 就跟美國大量的採購 用這樣 然後代表所有的人 強調 與美國維持良好的關係 是全國人最有利的條件 然後買這些東西 包含我們的這個 台灣的軍購 那麼 大家都心照不宣 有用沒用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跟美國維持良好的關係 那由誰來做決定呢 就是說 就在兩種之間 不要問過每一個人 就是由我來決定 大陸也一樣 大陸跟美國做生意更大 台灣的幾百倍的 那跟 決定跟美國做這個決定 那這樣子的好處在哪裡呢? 這樣的好處就是說是效率高 壞處在哪裡呢? 壞處好像沒有經過人家的同意 但是這裡頭有個大問題 就功利主義分成行動的跟這個規則的 其實我們實際上 在面對於生活上的現實 我覺得邊境的偉大 在於把我們生活中做決定的實際狀況 用規則講出來了 用規則講出來了 其實我們沒有用規則以前 也是這樣做決定的 功利主義行動的也好 規則的也好 其實就是我們生活當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們選擇對我們有利的事情 然後我們群體當中選擇對群體有利的事情 有很多種狀況 都要必須要做出決定 像 像美國人開口閉口就是美國利益 為什麼? 因為美國利益的話 是他們國家認為這是美國的功利 對不對? 就是這個一樣的情況 所以行動指的是在選擇行動 規則是在做任何道德選擇的時候 以功利計算的結果為規則 那麼功利主義他堅持 每一個人無論是個人或政府 都應當維持為了最大多數人追求最大的利益 那這個就是關鍵是什麼? 關鍵下個禮拜 我們會開始上到政治哲學 那就出現一個新的問題 就是誰能夠在政治哲學中 誰能夠代表這個全民的利益 就有關於政府 所以政治哲學當中的話 其實是有兩部分的議題 一個是政治哲學 一個是社會哲學 這個跟這個就直接相關 好 那我們繼續看 我們這個功利主義的問題 所以我想強調功利主義的話 它是一個清楚的 簡單的 跟自然的道德哲學 非常清楚 非常簡單 但是功利主義真的能夠分辨出最大的幸福嗎? 這個問題來了 就是說什麼叫最大的幸福? 我覺得這個台灣今天的困境 其實蔣川呢 也就是面臨功利主義跟義務論之間的困境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是經常強調國際競爭嘛 對不對? 因為知道我們在國際競爭的時候 都是跟人家在比 我們最喜歡跟亞洲四小龍比 我們自己最喜歡跟韓國比 我們最羨慕的話就是 新加坡吧 我們為什麼會做這種比較呢? 因為會做這種比較的人 比較傾向於功利主義 你可以仔細看 所以我跟各位同學強調 你在談到台灣的未來的問題的時候 這個觀念非常重要 會做這種比較的人 比如說拿台灣跟新加坡比的時候 他一定是這樣講 明明是同文同種 都是閩南人 都是客家人組成的環境 那為什麼的話呢? 所以他一加一減差別 英文 人家全部講英文 所以我的媽啊 台灣經常有這種英文 連那個自己不會英文的游行文 都要講搞英文第二外國語 你知道什麼叫第二外國語? 你知道什麼叫第二外國語? 有一個老外英文沒有看到英文的標示 而出車禍 國家要賠打 這個叫第二外國語 那開什麼玩笑 不是隨便寫個英文 The here you cannot smoke 不是這麼簡單的 它是 第二外國語是你的official language 如果你沒有提出國家 你國家要負責責任的 國家要賠償的 你開什麼玩笑啊 然後這個議題出現了 然後或者說是跟新加坡一比 國際開放 有一個人講說開放開放開放 盡可能 我常去新加坡 我在新加坡看到一個最慘的事情 新加坡的老人不管年紀多大還在端盤子 有一次我點了一杯那個新加坡那個煙奶 一個老太婆到我身上前面 那個吸管都快抖出來了 我說您別端了 我自己端保年紀太大了 通通做工 他這個完全開放 對外國人是全面開放的 外國人多開放 這個就是一筆 那我們跟韓國一筆的話呢 就是開口閉口就是講大型企業 台灣沒有大型企業 沒有自己的廠牌 沒有自己的品牌 大型企業等等等等 我講的是事實 活用 你可以做比較 然後或者說是一跟這個 香港一比的話呢 現在稍微好一點 但是原來 你要知道 戰中的時候 中環當中 我自己有認得人 他們講說 整個中環裡面工作的高級主管 哪個不是30年前不讀北大清華 到香港來工作的人 高級主管 講廣東話的都是做工的 我這次到廣州去 在各方面 10年前我到廣州沒有聽過普通話 10年後我到廣州沒有聽到廣東話 完全變了 完全變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高階的人才 他的這個社會的競爭力章 統一的語言各方面 公立主義 所以我要強調的重點 倒不是跟大家在講政治的問題 但是我們以後會提到 eventually我們會提到 但是你在活用的時候 你要了解 強調這種觀點 因為你平常看到提出這種觀點的人 他其實用的是公立主義 仔細想想看我講的對不對 仔細想想看 仔細想想看 有時候講 然後呢 有另外一種人 說 我們都不管了 採去東籬下 幽然界南山 全部搬回宜蘭去了 搬回宜蘭跟搬到宜蘭 都反正走雪山隧道 我們不怕塞車了 我們根本就不出來 我們塞什麼車 了不起 坦白講這個也不出來也是厲害了 這種人什麼呢? 這種就是比較傾向於下面我們要介紹的義務論 比較傾向於義務論 就是我們自我感覺良好 非常良好 我至少門前學 我不要跟人家做比較 也不是比不過 我們選擇的道路不一樣 我們有我們的自主性 這不是很厲害嗎? 所以說 這兩種論述之間 我覺得最奇怪的是 我覺得最奇怪的是 大家要聽仔細了 功利主義 最好瞭解 但是 聽起來 聽起來 它雖然簡單 但是實際上是一種很 很膚淺的比較 那義務論的話呢 比較深沉 就是自己做自己 但是 在實際上的落實的過程中 發覺 它好像已經把這個效率這個部分放在一邊 同學有沒有想一下 同學有沒有想一下有沒有道理 很少人從這個角度來看問題的 就是說我們講到倫理學兩種理論 你看這個 好 我們講三位對著 我們講下面一個 康德思考倫理學的動機 康德要一個舉出思雅皆準的判斷依據 這個判斷依據就是共通的理性 共通的理性就是沒有一個人可以被遺忘掉的 大家瞭解 我舉一個例子 我不要講別的例子好了 我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我感受最深 你們沒有這種感受的 台灣搞第二外國語 用英文當第二外國語 誰最有利 誰最有利 誰最獲利 是誰 不是你我 ABC 做好萬全的準備 對不對 因為我活在那種一講英文 哇 我以前到了肯定 肯定以前有個海灘 只能老美去游泳 其他中國人不能進去 做華人與狗不准進去的 所以大家才要當台灣人的 不要當華人的 真的 以前肯定說這個聯群那邊的海灘是美國人才這樣 一到那個美國人 哇 以前在台灣的美國人 真的是長得跟英國人一模一樣 你知道嗎 這個整個樣都不一樣 我親眼見過 我長大的時候 中央北路那邊還有美軍顧問團 跟我年齡接近的人他了解這種感覺 為什麼 你比如說你跟新加坡一加一減出現的 為什麼新加坡人用英文後會發明自己的Singlish 其實我對Singlish的發明我就很有興趣 我後來發覺 這個是要嵌立自己的主體性 在不得不然的情況下 否則的話他們應該講London accent 我還聽過有些人在英國留學 他們講的英文跟英國人一模一樣 但是回到新加坡還是在講他們新加坡式的英文 變成自己的一種表達方式 因為你要了解 像你們是經過努力考上第一志願的 如果突然一個老外啪一講說 If you don't know English you cannot operate It's going to be dangerous 你會覺得humiliation 說你為中醫師 那還得了啊 那個太羞辱人了 對不對 所以大家要了解 大家要了解這種情況 所以說 但是功力主義強調的是效率 做選擇 很多人就 很多人就誤解 我不反對效率 但是我反對拿一個具體的例子 作為效率表現的方式 因為我覺得這個太離譜了 我自己 同學們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我對於學語言我很下功夫的 我每天都期待英語變成第二外國語 我每天都在等這一天 不可能為什麼大多數人沒有這個心理準備 不要講這種屁話了 沒這個準備就不行 我跟你講真的就不行 因為少數人可以 這等於是製造特權 但是你要看到這個比較 所以也因為這個緣故 也因為這個緣故 功力主義簡單 自然 容易讓人了解 但是它容易樹立出一些追求效率的標準 而這些標準對於我們來講 不但沒有幫助 它可能會導致我們受到一些人面對了其他的壓力 最簡單的例子是這樣講好了 我們現在有一個最大的爭議 一個ungoing debate 你知道為什麼我們要降低文言文的比例 而且堅持要全民降低 為什麼 為什麼呢 用功力主義的原則來講 很多人那個老師他們完全不懂 完全不懂這是個倫理學的議題 他們會表現出他們說 哎呀你不懂不讀文言文 你不能夠了解中國文學的優美 然後認為說是要反文言文的話 就是反中錯誤 而是因為那種外在的訴求 人家會認為說 如果中文本身能夠靠 平不直序的表達就夠的話 為什麼要創造另外一種問題 為什麼要學另外一種問題 你要達到的那種 那種少數要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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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數 你要達到你認知的那個效率的標準 不明確 你一定要把他當成一種自我欣賞的對象 而這種自我欣賞是屬於你個人自主 這是康德講的 那你不能夠拿來當成一種 普遍的課程中的要求 這是大家反對的理由 所以我本身來講 我的文言文訓練是不錯的啦 我這個話很好 我都不好意思講 古文觀哲我要不要背了多少篇 我要加學 但是我完全沒有發言 沒有表示意見 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 大家強調的是一種 文化上的自主性 文言文很難 某一些人在台灣很奇怪 不會英文的就改學文言文 然後就互相 也不是用英文就是文言文來要求別人 可能嗎 一樣的道理 大家會覺得說台灣的優勢就懂文言文 這可能說得清楚嗎 不是這個道理 所以說這個我也不會認為 但是我會從我們這邊這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讀到康德的時候 這個理論就重要了 因為我們現在社會的主軸 就是按照康德的理論的發展 現代社會的基礎 人權價值的核心 然後 所有人要強調自我意識的中心思想 就是康德就有這種影響力了 這是理性社會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塊基礎 那說良心話 原來是不好懂的 但我把它講到很好懂 為什麼呢 因為我在整個鋪陳的過程中 讓大家可以了解到一個問題 就說我們現在的問題是 就是道德懷疑論者 跟道德相對論者 再加上我們的直覺 已經決定了道德的判斷 現在我們需要的是 從哪一種角度來講 讓我們想要有客觀的答案 能夠獲得滿足的機會 康德於是展開了一連串的論證 要證明說 我們天生 就是他有一本書就是 我現在講的是那本書 就是道德的形上學基礎 就是我們人天生 是一個道德的動物 為什麼 這是一個基本的假設 像數學公理一樣 因為我曾經跟大家說過 數學就是從公理經過推理得到定理 定理會構成所有的公式的起源 他說因為我們會追求這個good the idea of good 人知好歹 人會知好歹 動物沒有這種 所以我們所有的判斷 其實的爭議是要怎麼樣選擇最好的 對不對 如果有一個可以選擇最好的 所以說我們需要有一個規定 這個規定 要符合所有人的共同理性 而不是某種特別的團體的利益 直覺是屬於個人的 那就會按照個人的利益發展 相對主義是屬於整個社群的 會按照社群的利益發展 那懷疑主義的話不要講 他基本上的話 是強調他自己自我意識的提升 所以說這個規定 那康德呢就稱這個規定 叫Categorical Imperatives 非常非常優美的字 什麼叫Categorical? 不是範疇的 而是本能的 像那個人的膝蓋 還有那個眼睛 東西快接近了 你快閉起來 膝蓋一敲都會起來 完全不需要想的 這是Categorical 對康德來講 這個是一個最重要的道德上的前提 為什麼? 你知道嗎? 我終於把這個問題搞清楚了 稍微跟大家強調一下這個脈絡 任何人一聽到康德的道德規定 Categorical Imperative 就覺得很荒唐 不准他反對hypothetical 就是說你要做任何一個道德行為 都不可以有任何假設的 當時以前有一個有錢人叫陳光彪的 到台灣來高調行善 高調行善 就是說 沒有錢的人的話 只要跪著過來的話發一萬 爬著過來的話發兩萬 他說他講說沒什麼不對 我對你好就是希望你感謝我 還賣空氣你知道嗎 一打開吸空氣 當時大家就很笑起來覺得很好笑 為什麼好笑呢? 行善不就行善 為什麼好笑呢? 說 高調行善的目的是為了要出名 好了 大家發覺這就好笑了 為什麼? 你如果行善就不可以有目的 那很多人就會覺得 那陳光彪講說 我如果行善沒有目的的話 我幹嘛行善呢? 你覺得他講的有沒有道理? 你覺得他講的有沒有道理? 你覺得有沒有道理? 你覺得有道理? 你覺得有沒有道理? 你覺得有沒有道理? 年紀大了都覺得有道理 年紀輕的覺得這叫什麼道理? 你覺得他講的有沒有道理? 你覺得他講的我幹嘛行善呢? 你覺得有沒有道理? 有道理啊? 你覺得有沒有道理? 有道理吧 要不然的話 如果沒有目的幹嘛行善 對不對? 我也覺得有道理 這陳光彪的事情嘛 可是你怎麼聽都覺得不對勁 是不是有點不對勁? 因為聽到陳光彪講說 你這個了不起 這個好人好事代表 第一名陳光彪講 他講我不要 什麼爛人 對不對? 覺得很窩囊啊 對不對 為什麼呢? 我讀了斯多亞哲學 我下一期開課開斯多亞哲學 我讀了這個 Seneca的一個 一個書叫 給別人恩惠 解釋什麼叫給別人恩惠 他用的觀念 這個Seneca 就斯多亞哲學影響了康德 就告訴大家說 因為康德的道理哲學是非常嚴格 他不准有任何的目的 沒有hypothetical 只有categorical 你去查hypothetical 我在哲學系沒有人講到這種歷史 因為我歷史感特別強 我讀了斯多亞哲學的時候 讀到給別人恩惠的時候 我一下看到 因為Seneca 這個你們不需要知道是誰 但是強調哲學治療 他裡面對話那個人名字叫Liberatis 自由 啊 我突然懂 他說你給別人恩惠的時候 你不要忘了別人要有自由啊 所以我跟你講說 啊 說 看著啊 兩萬塊拿去養爹娘 媽的別忘了哈 忘的話 小心我扒你的皮 什麼的話 這不叫恩惠 因為他所有的兩萬塊都沒有自由啦 啊 啊 所以 斯多亞哲學就告訴我們說 我們人跟人之間 他如果你沒有能力給別人 完全自由的恩惠 你還不如不要給了 我覺得很有道理 像有一些人 唯善不育人之 我們講的道理很清楚 你要幫助一個人 你根本就不要想到你對他好不好 像每次一想到的話講說 過兩天跟我對你們兩個一樣好 這個的話呢 每一年逢年過節虛寒溫暖 端午中秋過年從來沒掃過 至少兩罐茶葉 都過年的時候火腿還燉好來的 你的話呢 光拿了好之後從來不來了一見面 你回來幹嘛 有事嗎 又有事啊 你講說 老師我覺得你當年給我的上課啟蒙很大 啟蒙大了個屁用啊 你懂這個道理 那他覺得不自由了 他一旦覺得不自由 所有的恩惠就全部就解消了 這個就不叫好事了 所以康德要的一個標準就是 之所以嚴格 所以事實上我跟你講 你了解康德很多人 很多人就是拿康德的道德標準來求康德 說費希特找康德借錢 真的有這回事 我們系上有個教康德的老師 他就專門舉這個例子 他這個例子幹什麼 這費希特有一天跑來找康德借錢 康德還寫日記說 如果我說有錢 那非借不可 非希特這傢伙都哲學家 常在能力我們最清楚 那就完了 掙錢不容易 你知道康德什麼出身的 康德是私人教師 上課上的金載後面擺個盒子 大家繼續丟錢 Priva Docents 這個是很可憐的啦 就是看學生臉色吃飯 但是他說 如果我說沒錢的話呢 好像違背了我自己的Categorical Imperatives 不能說謊 不能說謊是個道德上的原則 所以康德最後有沒有說謊 你自己去讀了 你自己去讀 你自己去讀 費希特的康德借錢 這很有例子 就意思就是說 康德說道德不可以有例外 一定要一體適用 所以大家就要了解了 什麼叫做無上命令 本能式的 什麼是imperative就是命令式的 什麼是Categorical Imperative 就是本能上我們必須服從的道德命令 就是把這一件事情 說成是本能上 大家記住 本能上的意思 並不是說你會做得到 本能上的意思是說 只要你用理性來思考 它的結果就是這樣子 所以說我剛剛用直覺來講的話呢 沒有好處我幹嘛做好事的想法 對康德來講這是不道德的 的原因就是你做這個好事 為了你的目的的滿足 比如說 對康德來講什麼叫好事 如果你借錢給別人 幫助別人紓困 同時立一個約 這個不叫好事 這叫法律上的利息 甚至無息償還你立了一個約 就是給他不自由 這不叫好事 好事的事情是 你完全想都不用想 無上的 然後你覺得你用去做的這種必要 這種叫做所謂的善事 所以說必須服從著道德命令 那麼康德反對 倫理的相對論 他的命令就是發展道德的無正義基礎 也就是無上命令 聽起來 很像是 套套邏輯 重複一樣的話 但是他的觀念非常重要 他的意思就是什麼呢 他就是說 他其中有一個最重要的觀念 我沒有辦法把裡面的內容詳細講出來 他裡面說 道德的世界 就像是一個道德的王國 一個Kindom 其中每一個人 都是一個理性的代理人 Rational agents 這個理性的代理人 他做的任何事情 是以他個人理性為判斷的基準 個人的理性 就是相對性化 所以因為這個緣故 每一個人的理性都是同時 道德法則的立法人 對不對 那這件化的話呢 影響非常深遠 為什麼 因為如果在一個道德的理性王國裡頭 你能夠想像 每一個人都是立法委員 每一個人想到發揮他的理性的結果 會是一樣的 那麼 這個立法人 他絕對不會做出違反他個人 自由意志的決定 對不對 也因為這個緣故 他一定要依附整體的理性 所以理性不但是個人的 同時也是整體的 這個我們在日後的解釋 是對內個人的要求叫尊嚴 Dignity 對外的解釋 我們就叫做所有的人都有這個基本的權利 我們叫人權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貢獻 就是說所以康德的道德在我們現在來講 會變得這麼重要 我之所以每次強調這個觀念 在理論上來講它是無懈可擊的 比如說尊嚴 所以我舉個例子 我舉個例子 假如說以後 我們坐公車到台大來 我在台灣 我們有個習慣 幾乎所有人都這樣 我家出門就坐236到台大下車 你知道嗎 按鈴以後 每一個下車的人 我不曉得因為從政大到台大 是不是都是讀書人的關係 特別禮貌 每一個人都是謝謝 謝謝 謝謝 所以我都聽不到那個刷卡的聲音了 都聽到謝謝的聲音了 本來應該是B就下車對不對 就謝謝很有禮貌 那為什麼要尊重司機呢 為什麼要尊重司機 司機就是我們從政大到台大來的工具啊 它就是我們這個instrument啊 它就是一個工具啊 要不然你跟他謝什麼呢 你又不用認識他 假道學啊 偽善啊 對不對 假裝你很有受過知識嗎 不是啊 對康德來講說 他的哲學可以解釋 這個司機是沒錯 他是你 如果是無人駕駛的時候 如果你坐無人車從政大到台大來的時候 也叫236 AI236 artificial intelligent 236的時候 那你對那個機器講謝謝 神經病 你為什麼要對機器謝謝呢 你應該謝謝你爸媽或拿起車錢給你坐 那你為什麼要對這個司機 比如司機叫李大龍 你為什麼要對李大龍特別謝謝呢 因為他是人啊 康德說 他說我們因為活在一個目的亡國裡頭 所以這個人本身 他是你達到任何事情的工具的同時 他本身也是一個目的啊 就是說他自己有自己活在的目標啊 他有什麼 他有他的尊嚴啊 是人就要被尊重啊 這個理論非常重要啊 比如說 好 不講李大龍了 講怨曲症 可以了吧 我是你們什麼 我是你們學哲學的工具啊 對不對 你們是國家設計一套制度 你們考進台大來 然後台大請了我來 每個月給我多少多少多少錢 然後我教你們課 然後如果說 我是你們學習倫理學的工具 如果你想 好了好了老師我們累了 你到後面休息一下 我們也休息一下 我跟你講 我以前沒有像現在 我年輕奮鬥我一直很想 我喜歡演講 我年輕的時候演講 有一種場合我覺得真的是親和以堪 太不受尊重 沒尊嚴 我有一種演講 就是 某直進院校 為了要安排演講 安排人之前什麼好話都說得出來 你是講壇上的一顆閃耀的星星啊 你的光一直沒有照耀到我們這裡啊 我們非常期待你能夠過來啊什麼什麼的 我自己都看糊塗了 覺得快變成愛奇小說了 我說好 為了你這幾句話我一定要來 來了以後 講者坐在那邊七早八早點名點完了 然後那個負責人講說 老實你這裡的演講費你簽一下戶籍資料填一填 我等一下有點事情要出去一下 然後我就講講講講講講 然後投影片你自己放放都好了 跟現在一樣 講完以後沒人來啊 沒人來以後突然來那個學生講說 那個人他一直不過來 你把那個什麼東西啊 你把電腦關了以後就好 其他你 他講下午都不會來 我覺得我很受誤誤 你知道嗎 好像跳脫衣舞的一樣 跳完自己把衣服收起來穿上去走了 以後再也不去了 以後再也不去了 然後列入這個觀察名 不是列入拒絕往來乎 覺得什麼呢 覺得我雖然是你聽知識的工具 我本身也是個人啊 我要的是尊嚴 我自己本身立法就像什麼呢 就像我尊重你的態度 就像你尊重我的態度 我們人彼此是互相的 所以康德的道德哲學講的 就是孔老夫子講的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而且這個是universal reason 它是universally rational 所以很多人不瞭解 很多人不瞭解 為什麼康德的這個道德哲學會扯到這個 會扯到這個尊嚴的問題 或是人權的問題就在這裡 比如說李大龍開車 你一按 停車停車停車 我要下車 那李大龍馬上覺得說 拜託 我不是機器 我也是個人 這大家講 不不不 謝謝 這個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是我們道德的直覺的同時 也符合了普遍的理性 這是他康德哲學中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只要有這個部分 同學們就可以了解 所以說 所以說Categorical Imperatives 雖然它裡面的過程講起來內容是很抽象的 所以同學們要了解說 比如說我再舉個例子 我們基本上會認為 當你用外表來評價一個人的時候 你要看場合 被評價的人 他有內心的感受很重要 我們這個叫做女權主義 為什麼呢? 因為你在評價的過程當中 你明明是來上課的 你講說你長這個樣子跟康德很像 那等於罵人 對不對? 那當然也不好 那你別管人家長什麼樣 人家來上課是大腦來接受知識 你就好好上你的課就對了 所以康德的哲學了不起 他改變了整個世界對於人的這個尊嚴的概念 所以進一步發展 所以你會講到說 他照那個原則做 透過這個原則你同時感到 如此做就是一個普遍的 普通的一個律法 普遍的律法 這個就是他的 為什麼會有人權的觀念? 為什麼有人權觀念? 為什麼有普世價值? 為什麼能夠打敗這個所謂的相對主義? 道理就在這裡 就是有一種共通的理性 在這個共通的理性範圍之下 這樣做就對了 不這樣做還不對呢? 這是基本的原則跟立場 所以說這個 就是說這個無上迷臨的意思 我們稍微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因為 因為我們這個課講求的是活用 活用當中一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說 大家會發覺 我們的社會當中除了直覺跟社群的相對性以外 真正的活用標準是我們的普世價值 我們的普世價值就是來自於康德的道德哲學 所以很多人的話只知道 大家要知道 康德的理論、普世價值 是遭遇到很多的打擊的 全世界沒有幾個地方能夠真正落實 除了德國以外很難落實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種理性上的理解 理性上理解 比如說 你首先要爭取 你所講的東西是有 有所指的 比如說 比如說 我講一個實際的案例 我講一個實際的案例 我在學校兩性平均文會被檢舉過 然後加深了我對於康德哲學的理解 像我這樣子這麼滑頭的人 我都被檢舉過 那是 為什麼呢? 因為我當系主任 然後我們辦那個哲學論文規觀獎 然後那個學生出點子 出點子以後講 要大家投稿 30天來 來了一個正妹倒數計時表 完了 這個名稱就告上了 那大家的話這個正妹就出現了 大家覺得說 倒數計時就倒數計時了 倒數計時了 嚇壞了 余計猶存 因為在學校一直惹到大麻煩 你沒當過系主任你不知道 麻煩很大的 學校那個老師 外文系的一個老師來調查 了解一下 講的是很客氣了 說我們了解一下 但是這個結果很可怕 但是我還好反應比較快 另外這個 平權意識比較強 算是順利過關 而且還得到了 還加分 倒過來還加分 詳細細節不講了 因為上課 但是要強調什麼呢 後來呢 這個正妹倒數計時表就改成了 就是正男正妹以及系主任一起倒數計時表 所以我 然後本來是按讚的人數上百 就第二天變成我 就兩個 一個助教 另外我自己按了一個 就沒人要看了 廢話誰要看這個老頭子來倒 對不對 然後我們系上所有的這個 發覺這個選擇的標準也高漲 就很普通 也就沒有什麼任何意義 就沒有這個整個事情就沒有了 但那個時候我就注意到了 我就注意到了 任何以外表來評價人的事情 都違背人家的尊嚴 而且這個尊嚴最可怕的是它不是一個客觀的標準 它是它的感受你知道嗎 它的感受啊 比如說 我們小孩出生他就懂這個 你問任何小孩 你們小時候也一樣 人家一定有問你過說 你喜歡爸爸喜歡媽媽 小孩一答一定是兩個都喜歡 我沒有聽過哪個傻瓜那麼白癡說 我喜歡爸爸不喜歡媽媽 或是我喜歡媽媽不喜歡爸爸的 那馬上就挨個巴掌對不對 然後就沒飯吃了 然後就送到孤兒院去了 所以每個小孩都懂這個 這叫做普遍理性啊 對不對 是不是這個道理 你是不是也這樣打 有沒有那種無聊人士像我一樣 每天問 哎呀好可愛 你長得你喜歡爸爸喜歡媽媽 對不對 你一定是兩個都喜歡 對不對 你怎麼可能講說我選一個 選一個就是騙子啊 對不對 而且對爸爸媽媽講話的內心也是受傷害啊 對不對 所以說這種普遍人權的概念 我喜歡用這種例子來解釋 讓大家了解說 康德發明的字眼指的是一個命令 它規範我們在不設任何條件的情況下 去做事 也就是說當我們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應該不顧我們想要的 以及我們的目標跟目的 根據康德的說法 我們從事道德行為的原則就是我們的無上命令 他也被康德以及他的跟隨者 進一步指設一個特別的道德法則 就康德所稱的最高的道德法則 就是這樣子 這個講起來是倫理學的討論 但是他自認很具體 無上命令 Treat other people with the same respect and dignity that you expect to treat with 其所不欲勿施於人 你自己要的就是這個 就是這樣 我們必須將私人的利益置於旁 會使得所有的道德人將該做的行為 視之為每一個人都應當做的行為 這個是康德得到的斯多亞哲學 所受到的最主要的一個影響 詳細情況 那個歷史背景不談了 但是要告訴大家說 他確實是有這個背景 康德是有這個非基督教的這個背景 東方思想的背景 所想出來的這種觀念 所以我對這句話也非常了解 就是他跟尊嚴相關 那他強調的主要的目的也就是在這裡 讓你可以了解到為什麼我們在從事一個行為 為什麼我們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要注意到你做這件事情會不會同時 是屬於一種普世的觀念 這個這件事情 那這個觀念對我們現在的社會來講 我們覺得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台灣的社會啊 台灣社會在整個進步的過程中 不斷地找尋新的理念來充實自己 這個新的理念認為道德的直覺過於粗糙 認為社群的相對意識來講的話呢 可能非常危險 所以我們就會想到這個對於康德的哲學的介紹 但是很多人把它講得很玄乎啊 道德的問題怎麼可能很複雜呢? 可能很玄乎呢? 不可能啊 如果道德問題很複雜的話 那一般人都不要活了 非常簡單 小baby做的事情也就是符合這種理性的判斷 只要是個人就可以 也因為這個緣故 那就出現了很多種 這個人權的概念可以一直不斷地延伸 我們現在社會人權概念已經延伸到 性別吧 同性異性 雙性 呼 還有一種 不曉得 還有 我的那個辦公室的隔壁的隔壁 他把人權的意思已經延伸到動物權了 認為狗也有權利了 然後提出一整套論述 這個我們系上的同學也都知道 然後我們系主委每次跟他討論的時候都辯不過他 就是說也有道理啊 你為什麼說人跟動物說 人沒有辦法回答說 為什麼牛不能吃人人可以吃牛 人沒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甚至於就不要講說 為什麼吃狗吃貓是很噁心的事情 然後吃牛吃豬是應該的 沒辦法回答這個問題啊 對不對 這個就是生活習慣性 這是康德 好 那麼康德倫理學的三個理念 第一個人是理 這個大家記住啊 我把它摘要出來 人是理性的 這個理性講的普遍理性 用理性的態度面對所有的選擇 第二個人是有尊嚴的 尊嚴擁有無上價值 超過世界上任何東西的價值 這個尊嚴很重要 所以為什麼 大家現在經常在討論一個問題 在台灣特有 下班後老闆還用爛來問你 做完沒有 那個是做完沒有 有沒有 常常在討論這個問題 你開始工作了沒有 沒有 對不對 常常有討論這個問題對不對 老闆沒概念 朝九晚五這段時間 我是領你薪水的奴才 在工作上來講 除了我自己 你又可以要求我之外的時間 所以你看 這個東西就是很重要 我們社會當中 比如說強調 人的尊嚴是擁有無上的價值 年輕人對這句話感觸特別深啊 對不對 年輕人要的是尊嚴啊 對不對 說我草莓族也好 都好 但是你要尊重我工作的權利 還休假的權利 很多老闆一聽到那個年輕人 在interview的時候 一問休假的時間 馬上底下就偷畫個叉 認為說要尊重自己的權利 就不應該的 老闆本身該學一學倫理學 第三點 作為本身的理性目的的人 他是道德法則的制定人 他並非以被動的態度來遵循道德法則 而是主動以自律的精神來維持道德法則 自律這個字非常好 兩個希臘字 一個autos 一個nomos A-U-T-O-S nomos N-O-M-O-S 兩個字合起來叫autonomy A-U-T-O-N-O-M autonomous 就是自治 人就是一個 autos 就是自動 nomos 就是一個法律的 人是自己立法的人 所以在道德的社會中 人是主動的 基於這種理性的認知 你會主動的服從 主動的服從沒有被動的服從 主動的接納 那如果說你不能夠做到這一點 其實你就違背了這個基本精神 違背了這個基本精神 所以在理性的環境中 大家要一起共同的認知這個效果 那今天在講的內容當中 講了公立主義、講了義務論 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 但是 但是 康德那個實踐的問題 我們常常就是心裡的一個對抗 antinom 怎麼才可以實踐到呢? 所以我們希望能做到 可是我們就做不到 有不想做的欲望 那順便這樣子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就是說 有一些事情 這個是 我先強調 你問的問題 不是我今天要講的內容 因為康德的道德哲學 他很清楚分成兩部分 一個部分是什麼是道德的規則 這個叫做無上名臨 這個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這個是講的理論的部分 另外還有一部分說 你怎麼真的會這樣去做 你怎麼會真的去做 這個是有一本很有名的書 叫實踐理性批判裡面寫的內容 這是兩件事 知道該怎麼做是一回事 知道怎麼樣實際去做 真的把它說叫practical reason 對不對 實踐上去做的事情呢 那麼在理性的認知呢 我回答一下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問的 也算是讓大家可以了解下一步了 什麼事情 讓你知道是好事 然後又有意願去做 那個青年守則裡不是在講嗎 有一句話叫助人為快樂之本 聽過吧 有沒有邏輯呢 助人為快樂之本合不合邏輯 有沒有邏輯 助人後一定快樂嗎 有沒有碰到過那個狗咬吕洞兵的 有沒有碰到過那個好心美好抱的 對不對 你才活幾歲啊 你猛點頭 對不對 我吃的虧可大了 以前我在東海教書的時候 車子看到前面騎摩托車下坡來摔倒了 台中的人都知道 東海門口那個下坡危險了 摩托車摔倒以後 哇 我看不得了 趕快車子停下來衝過去 剛好那個校警看到了趕快就叫 警察剛好也到了 然後警察一下子 那個我也不曉得該怎麼辦的時候 就是那種很自然的 結果那個人的話呢 突然警察來了醒過來 那警察說誰撞到你了 他一直直到我了 哇 我一聽 從熱情一下變成冰山了 往後退也不行 警察講說 那你要不要跟我們去做一下筆錄 我說哎呀 百口莫辯 你說後來我怎麼脫困了嗎 哎呀 那個校警室裡面講說不是他啦 他是跑出來的啦 那是摩托車自己按照腳趾頭滑倒的 算是饒了 那警察說這樣子就算了 所以我從此發覺 助人跟快樂之間 康德問了這個問題 我們中文翻譯很好 叫得福不能監治 有得的人未必有福分 對不對 所以你要做好事 對不對 那得福不能監治的話誰要做好人呢 康德這邊講說 他講說那有三個預設的立場 他叫postulate 第一個 自由意志 我做這個事是自由的 第二個 上帝要存在 上帝要存在 你一聽對不對 不管上帝如果不存在你不會做好事的了 第三個更荒唐 靈魂要不滅 不是不報時辰未到 你去查查看 實踐理性批板你講這三個 你去讀讀看 只有這樣子 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一聽很失望吧 很失望吧 但是我告訴你 他說這三個假設 根本不用你有意識的假設 你在遇到情況的時候 你就有這樣子的期待 公理自在人心啊 好在老天有眼啊 被人看到了 有人講說不是我 要不然我這麼一個好人被冤枉了 以後還有人會做好事嗎 我會這樣想對不對 所以這個叫postulate 所以你本身很自然的就附帶了這三個條件 否則的話這個世界誰要做好事 如果做好事 有可能倒霉誰要做好事 事實上已經夠少了 事實上已經夠少了 所以我們要鼓勵人家做好事 但是康德認為說他的原因就在這裡 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同學們要了解 在理論的部分的解釋其實是很圓融的 但確實也是用理論來說明我們實際上的情況 你比如說現在有很多人 但是我說一句良心話 順便補一句我們就下課了 我對於這個台灣很多人開口閉口講社會責任的人 要負責做社會責任 善心善事 但是我其實都打了一個大問號你知道嗎 我真的因為我覺得 要做一件好事之前的心態要能夠調整到義無反顧 不容易 很多人講不出道理來 只知道一心向善 我覺得很懷疑 我最懷疑的那種就是每天在佛經 在廟裡面念經念十八個鐘頭子 剩下六個鐘頭睡覺 我就很懷疑 這管什麼用呢? 我認為這件事情要先想清楚 所以我覺得 最後一句話 倫理學的理論 雖然沒什麼用 大家也聽得出來沒什麼用 但它很重要你知道嗎? 這是因為沒有所以才重要 它已經指導我們人的本身人的限制 你的問題就是人最大的限制 你看到不公不義的情況發生了 所有人都會講說 如果大家都沉默到時候就一起倒霉 大家都懂啊 那誰會第一個 所以你做演化倫理學的人 也會講這個King selection 也會講總是有人要為團體犧牲的 就這種情況 這個道德的起源是來自於 對於整體的進步所做的維護 這是講到演化生物學 或是演化倫理學也是談這個概念 進步來再講 hol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